请问丽景 你在这个集训里 最喜欢的人是谁啊 当然是我自己 永远的一号 你喜欢男孩子 还是女孩子呀 这是什么问题呀 那我就喜欢 叫我老公的女孩子吧 我也不是什么女孩子 都喜欢的 我没有那么渣 还有还有 于谦凡做的面条 是什么味道的呀 其实说实话 我当时太紧张了 没吃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 是我私人提问 你这个项链好漂亮 是别人送给你的吗 还是你自己买的 于谦凡正好从旁边走过 这丫头能记得住 喝得烂醉的小酒鬼 只会坐在街头哭鼻子 他抬脚要离开 嗯 有那么一个人送的 算是 我的偶像吧 于谦凡一愣 脚步猛地顿住 他记得 在干什么呢 要宣布成绩了 还有后续最重要的环节 咱们的隐藏王牌环节 下一期的爆点 你忘记了 于谦凡 脉动长腿走上台 各位竞技者们 你们知道 接下来的环节是什么吧 上面只留下了 一百个人的名字 也就是说 剩下的一百位 都要离开我们的舞台 从第五十位开始发布 林南 罗志 宋庙 发布到前三的时候 于谦凡看向了 场上还剩下的三个人 穆锦 何寒 丽锦 三号 何寒 二号 穆锦 于谦凡看了一眼 还站在他身边的丽锦 怎么 需要我请你上去吗 自己上去 绿锦 还有剩下的这 九十九位竞技者们 首先恭喜你们 成功的留下 下一期的比赛 我和总导演决定 提前告诉你们 团队战 最终只能在演员组 和爱斗组 各自留下一支队伍 进行最后的终极PK 而你们的队长 将从这八位导师里面 各自进行选择 关于导师 则是大家自由选择的 如果你选择的那位导师 人员不足 那你无需和别人PK 如果你选择的那位导师 人数爆满 那抱歉 你需要和别人争夺 顺便告诉你们一句 每个导师只能收十个学生 也就是说 最终被PK下来的二十名学生 抱歉 你们家没有导师 自行组建队伍